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排瓷器都是康熙的五彩 康熙的五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末彩特别的油亮 这是和其他朝代其他时期的是很不同的 而且颜色素雅 用的是绿黄而不是很鲜艳的 有一些是反洪而配成的 而且他喜欢大量的用直线 他的曲线用的就没有直线多 那么乾隆皇帝是一个很自满的皇帝 他认为自己是十全老人有十大武功 他的词习当中出现一种新的花纹 名字叫做百花不落地 就请大家看这一个盖盒和旁边那个盘子 这些花纹空当中 花纹之间是没有空隙 画不了任何东西了 所有空间都花团紧簇 叫做百花不落地 在百花不落地的盖盒的右边 大家能够看到一个花瓶吗 这个花瓶比较扁 它的原因是它不是放在桌上的 而是挂在墙壁上的 另外一遍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一定有个孔洞 可以挂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上面 这上面出现的乾隆玉之诗 绝不稀奇 因为乾隆皇帝一生是创造了四万多首打油诗 不管质量好不好 他都让工匠把它书写到瓷器上去 再次填词 再次填总 nuestra表现 左边 工作室 高 끓 阶工 发达 想